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24日 星期五下午 欢迎大家收看《徐时论》的老徐会讯 我是老徐 今星期的老徐会讯已经是第九期了 不知道大家能否听到 其实现在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一个小鳥的叫声 今天叫得特别响亮 到现在还没听到 一会儿可能一直说的时候 你会听到很多小鳥的声音 另外有雨声 或者也好 可以增加一些声音上的气氛 好了 先讲讲会务 直到我录影这一刻 我的会员人数是1206人 多谢大家 另外增加了两名VIP会员 就是用25美元来订阅我 成为我的会员的 就是Christine和Brian 很多谢你们 另外 我的YouTube的人数 刚刚这个星期就过了10万人了 假设这10万人是一个门栏 就是说到达了之后 YouTube会派一个专人来跟我的账户 如果我有什么投诉 就可以直接跟这个账户管理人 可以沟通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收到的 但是在YouTube的广告收益 可以说是断崖式下降的 所以可以说距离我成为一个 full time 的 content creator 仍然有一个很长的距离 希望现在我说YouTube有10万个订阅 Patreon有1206人 我希望可以多一些YouTube的朋友 可以转过来我Patreon成为我的会员 但是成为会员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你在看的当然知道 就是我会有声音党、文字党 另外我也决定 会将一些非时时类的东西 只会在Patreon发放 例如一些人生哲理、商业趋势、诸如此类 我会先给VIP会员看 隔一个星期后才开放给Patreon看 但是不会在YouTube开放的 这就是我今个星期会作出的一些修订 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个星期无论是香港、中国、国际社会 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新闻 是值得关注的 我不打算逐一新闻来评论 而是我希望透过这些新闻串联起来 为大家画一幅图画 可以让大家明白 究竟过去一个星期里 显示出中共 特别是习近平究竟在想什么 或者在准备什么 先讲讲新闻方面 香港 港澳办和中联办超然于《基本法》第22条 并且说自己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具有监督作用 这一段新闻是继续发酵的 另外港澳办连发三民去炮军郭荣康 说她涉嫌违反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现在奴才派蠢蠢欲动要DQ郭荣康 另一宗新闻就是林郑月娥一次过撤换五名局长 这宗新闻固然是这个星期对香港人最耀眼 所以稍后也会有长时间表述一下我的看法 另外 四一八大抓捕也有后续发展 有超过30名欧洲议会议员 谴责林郑月娥 也催促他要对李柱铭、黎智英等15人要撤控 并且希望他可以修复社会 另外除了欧洲议会的议员之外 还有国际工会联合会 也催促香港政府要撤控 差不多同一时间 中国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中国发生了人事大变动 就是中国公安系统大地震 继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落马之后 同样出身公安系统的司法部部长傅政华 突然间被卸下党组副书记职务 再讲讲国际新闻方面 第一个政府向中国正式提出追讨武汉肺炎疫苗的赔偿 就是美国 而是美国的密苏里州 决定起诉中国政府 说他在防控新冠病毒的疫情不力 导致他州的居民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另一宗新闻也是耀眼的 就是南海风波再起 中国在三沙市设立行政区 越南政府当然抗议 而美军也加强军演 还有另一宗新闻就是以色列卫星图片显示 中国在南沙人工堵礁部署反潜的巡逻机 所以从国际新闻大家看到 中国在过去一个星期不单止没有放下它的姿态 反而在军事的活动非常贫盈 正如我节目一开始所说的 我不打算逐一评论上述的新闻 事实上这些新闻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可以贯串到这些新闻 就好像帮大家画一幅图画 这幅是什么图呢? 就叫做中共应战图 现在似乎中共应该这么说 是习近平准备迎接八国联军来追讨赔偿 然后他打算如何应战呢? 习近平在4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 曾经这么说 他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 和世界经济形势 要坚持底线思维 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这句话至少有两个含义 第一 中共目前面对的会是一次长时间的困局 第二 要作出最坏打算 习近平用了所谓的底线思维这个词 什么叫底线思维呢?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最坏打算 其实作最坏打算我觉得在人生策略方面是不错的 我一会儿做完这次的时评之后 我也会讲讲所谓最坏打算的人生策略 对于人生来说 最坏打算是可以舒缓压力的 不过如果用作政治盘算 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独裁者卵展权位的藉口 习近平的底线思维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不理人民死活 总之我仍然要掌权 底线思维或者说最坏打算 就是一切归零 由1978年开始的开放改革 由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 所获得的经济发展成果归零 用盛传在美中贸易战刚刚开打的时候 王岐山在中南海向华尔街大佬放话 他说中国人吃草都能活 中国老百姓不买养老保险 不看病 不吃肉 不坐车 不洗澡 一年两年都没问题 你们美国人受得了吗? 这就是极权暴政的正常思维方式 就是拿人民的福祉作为政治筹码 而不是将人民的福祉作为衣归 所谓的底线思维 就是千方百计 为保住我的权位不惜牺牲 牺牲什么? 牺牲人民的利益 而在西方国家 领导人早已下台以示问责 这就是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的最大差异 民主政体的政客根本不需要什么底线思维 因为底线就是下台 不用什么思维不思维 有另一位有能者上台 带领人民走出困局 而极权体制的独裁者 就是要人民随时准备食草 而换来统治者得以永续其权位 独裁者是怎么使人民甘于食草呢? 就是靠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情绪大致分开三种 第一 叫做民族优越感 第二 叫做民族屈辱感 第三 叫做民族常传的威胁感 有关民族的优越感 其实我在中共用少女藏刀之计 颠覆世界秩序 兼论世界秩序的由来 也有所表述 说德国还未成为德国之前 仍然是几百个独立的封建小邦国 为了统合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用格林童话里面的一个汉斯小人物 创造了一个日耳曼民族 这个民族勤劳勇敢 得意志透过一个创造出来的民族故事 成为了一个统合的民族国家 有了民族国家 有了民族优越性的论述 于是有了高举民族主义具侵略性的战争 至于民族主义的另一种手段 就是屈辱感 中共当政不断提醒人民 百年国耻 英美亡我之心不死 但是这根本不是历史真相 八国联军侵华是事实 导致根子赔款也是事实 但是满清多次出以反以 不履行承诺 慈禧为保权位向八国宣战 这是八国联军的历史物乐 不能不提 就等于说 中共加入世贸之后 不履行承诺 导致美中贸易战 另外中共输出武汉肺炎病毒 导致八国追讨赔偿 都是导致中国受到列强攻击的原因 还有一种民族主义 就是制造常传的威胁 就是中共经常挂在嘴边的 英美亡我之心不死 无论中共做了多少对国际社会不合理的事情 只要用一句英美亡我之心不死 就可以不用讨论中共做过的坏事 在这里顺带一提 美国将庚子赔款收到的款项 其实是捐出来为中国兴办教育 后来才有了清华大学 另外在2001年 在美国的首肯下 共产主义极权中国 才可以进入世贸 才有了之后的经济起飞 以及世界工厂的位置 美国究竟是想帮中国 还是想害中国呢? 大家有自己的答案 基本上中共最常启动的民族主义情绪 就是第二种和第三种 就是民族屈辱感 以及民族常传的威胁 虽然中共没有使用民族优越感 但是大国崛起的论述 将中国近年经济荣景的功劳 完全揽上身 是完全不理会 这是世界给中国的一个机会 也造就了中国人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自豪感 说回习近平的底线思维 究竟他现在在想什么? 他打算怎么做呢? 我相信习近平就非常清楚了 现在国际社会在经济关系 就是打算和中国越走越疏远 虽然不至于马上脱勾 但是中国的世界工厂之位应该不保 在这个情况之下自然经济下滑 失业率上升 社会失聚 作为一个独裁者 你认为他在这个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控制社会秩序 所以现在习近平第一时间要做的 就是加强社会秩序的监控 收窄不利政权的言论空间 重中之重就是严防政变的发生 于是就能够解释了 这个星期中港发生的事情 就是人事大地震 你看到在中国里面的人事变动 主要是在政法系统方面 其实就是要加强政治秩序方面 令政变更难发生 中国的人事变动我不讲太多了 不如集中讲讲香港 聂德权代替罗志光 成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很明显就是为了要加强整肃不够忠诚的公务员 即是说 未来有很多公务员要做的疲惊 为了要加强公务员的忠诚 所以就要由聂德权去加强这方面的管控 另外入境处处长曾国伟接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主要是为了9月的立法会选举 要重手对付黄丝的候选人 至于劳福局副局长徐英伟 就是被任命为民政事务局局长 就是为了要压制被抗争派掌控的区议会 也要确保在立法会选举DQ主任要忠诚地执行DQ的政治任务 金法局行政总监许正宇接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就是为了要方便中共动用香港库房的钱 也透过税务去迫害黄丝经济圈的商户和企业 至于机电署处长阿薛永恒 接替杨伟强去做创新及科技局局长 主要的原因就是杨伟强实在太废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仍然幻想 香港可能可以继续帮中共窃取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 这星期的中港人事大地震很可能只是第一波 有机会有第二波第三波 为什么呢? 就不排除时疑焦虑时疑亢奋的习主席 很可能一戳起根的时候 又多拿几件来祭旗 有人会问 就说林郑月娥的下场如何? 在习近平的底线思维之下 中共对香港可以说已经撕破念孔 也可以说正式宣布 联合声明完了 一国两制完了 基本法完了 特区政府被监督了 中联办现身了 所以林郑月娥基本上已经被废了 甚至连这个新被委任的局长 很大可能都不是由林郑提名 也不需要向她回报 大家看不看到接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前入境处处长曾国伟 他的办公室放置的是习近平的肖像 就说明了他效忠的对象是谁 是不是?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曾经这样骂林郑 就说 你不死也没用啊 果然是一语成爭 其实大家就当林郑死了就可以了 至于林郑月娥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摆设 也方便将来有机会成为一个 将所有罪名推到她身上的承载器 所以做人做得好像林郑那样 实在是非常悲惨的 在国际新闻那方面 大家看到 习近平似乎在南海那边有很多军事动作 在台湾海峡那边有很多挑衅的举动 是不是表示习近平打算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要与美国开战呢? 我是这么看的 习近平所谓的底线思维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摆出强硬路线 在这个强硬路线 譬如在香港的事务当中 他就会做很多坏事 所以就会预备 国际社会对他作出很多反击 但是这不是一定打算要开战 而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策略 这件事情 我在上次的视频短片都有提及 讨价还价的策略当中 也在军事方面摆姿态 希望开天杀价落地还钱 不过这个底线思维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会在现在做尽坏事 以预备国际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击 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其实国际社会越大的反击 其实对习近平是越有利的 特别是他可以将所有的事情 推了下去 国际社会应美忘我之心不舍 又再一次证实 第二就是说 今时今日我们之所以经济这么差 不是因为我习近平做得不好 而是因为国际社会围堵我们 所以他就可以将矛头指向外了 所以他现在所谓的底线思维方式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将罪责射向外国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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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